尊敬的 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今天 在借這一次 共修 的姻緣 跟大家 來講一講 也是 來互相的鼓勵 首先我們一定要知道 特別是我們念佛的人 我們一定要重在實質 不能重在形式 如果我們只是念佛做一個樣子 不是真正在修行的話 那這句名號對我們沒有什麼很大的好處 只是修一點福報 跟阿彌陀佛借一個好圓 如果今天我們重在實質 真修行的話 那這句名號的好處呢 就太大了 而最大的好處利益啊 就是能夠幫助我們 是 了生死 離苦 得樂 而且 生死自在 了無寡 這個就是我們 念佛最大的好處 所以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有修跟沒有修 是有很大的區別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 人生無常 啊 生命是很短處的 啊 什麼時候走 什麼時候離開 我們是沒辦法遇到的 所以 每一天要不斷的 改過 不斷的修正 不斷的來修行 那將來啊 我們有很大的好處 那今天啊 那今天啊 師父啊 非常的感恩 感謝你們 我們的 博師 進中學會的同修 給師父啊 這個機會 跟大家結個法院 好 釋迦牟尼佛呢 一聲講經說法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而這四十九年的法門 講了多少呢 五量五遍 歸納起來 共有八萬四千法門 那 那佛為什麼要講八萬四千法門呢 因為我們眾生 有八萬四千的煩惱 而且嚴重的煩惱 這個煩惱是講我們的喜氣 我們的喜氣啊 我們的喜氣啊 是非常的嚴重 每一個人都有不善的喜氣 不好的喜氣 就是因為這個應援呢 釋迦牟尼佛 才為我們講八萬四千法門 目的就是一個 就是幫助眾生 讓眾生個個能夠斷煩惱 了生死 而最後能成佛道 這個就是講八萬四千法門 但是啊 但是 那釋迦牟尼佛既然講八萬四千法門 那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在末法時代 告訴我們 勸導我們 你要以念佛為主啊 以念佛為主喔 那不僅僅是釋迦牟尼佛啊 連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都沒有一尊佛都不勸導我們念佛的 你今天一道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也告訴你 你不要念我的名號 你好好念阿彌陀佛 像法造大師問到 一道文殊施利菩薩 問文殊施利菩薩 修什麽法門是最快的 文殊施利菩薩也是告訴他 除了念佛法門 其他的 那從這個角度我們來看 而且釋迦牟尼佛最特別在 彌陀經裡面聯繫的四次告訴我們 你要發願 你要修行 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你要趕快到西方解的世界 而且此方一切諸佛如來 來到這個世間教導眾生 都是以什麽著為心呢 都是以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為中心 最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那為什麽呢 很多原因 那像我們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 有時候很多人喔 現在念佛很普遍喔 你問他你念阿彌陀佛做什麽 他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反正有念就好 無聊嘛 在家裏沒事 像台南很多老人家 都要替佛堂上班 上什麽班 上佛班 到佛堂做什麽 念佛 沒事啊 但是很多老人家都不知道 我念阿彌陀佛做什麽 所以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法門要選擇對 如果選錯了 那就浪費這個生命 因為這個生命太珍貴了 太短處了 如果你錯過這個機會 遇到這個法門 你就不好好珍惜 那你就真的很浪費 所以今天呢 我要借這個因緣 跟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做一個簡單的提醒 什麽提醒呢 爲什麽偶一大師 在彌陀經要解 把現淨土法門 特別列出來 那我們今天爲什麽要念佛 什麽原因呢 有三個特色 我們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三種特色 好好去了解 那你這一生 你的福報是最大的 沒有比這個福報更大了 所以什麽樣的人是最大的福報 能夠念這句阿彌陀佛是最大的福報 什麽原因呢 我們看下面 我們看下面 給大家看一下 做一個參考 阿彌陀佛 我們念佛啊 有三種的特殊 而這三種的殊勝的意義 雖然很多 但是簡要的說 總不出下面的三點 哪三點呢 我們看第一點 念阿彌陀佛啊 念阿彌陀佛啊 是三根普輩 三根就是上根 中根下根 啊 利盾全說 利盾就是講很聰明的人 那一種很特別聰明 盾得特別笨的 全說都能夠得度 無論你是什麽樣的 所以在這一段經文告訴我們 念佛法門 無論你是什麽樣的根性的人 都可以修 上根上至固然能修 但是 頓根的人也一樣可以修 不管無論你是什麽樣的根性 非常方便 非常的簡單 你今天想要修禪 你怎麽修啊 沒有能力 你想要修 觀想 觀法 你怎麽能夠觀想 也沒辦法修 這句名號 你醒住坐卧 你走到哪里 無論你在什麽樣的地方 你在一切處 一切實 只要你能肯念 你就能夠修 不用花很大的力氣 也不用去背他 你能夠順口 而能夠來念 所以古德說得好 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章 上上上根不能 余其捆 下下根 余能 真其余啊 什麽叫做余 余就是超越的意思 什麽叫做真 真就是講你能夠達到 余是講目的 目標 什麽意思呢 我們看下面 就是 就是說上根上至的人 不能超出這個法門 而下下餘的人 能修這個法門 而且也能夠入道 也能夠成就 無論你是什麽樣的根性 就算下下根的 那種不認識字的老阿公老阿嬤 也不懂怎麽樣的誦經 一生從來都不誦 也沒有誦過半部經 像海賢老爺 出家 從來沒有讀過半部經 也沒有獎經過 出家以後老實交代他 你要永遠居住老實念這句阿彌陀 九十多年不改變 從來不動搖 但是你看海賢老爺的成就 比任何人更殊勝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看看來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你看喔 你看那個清朝 有一位居士姓王 這名叫王呆頭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什麽叫王呆頭 你看喔 他一生呢 人家怎麽對待他 批評 冤枉 回報 侮辱 取笑 甚至以來打他 他有沒有跟人家計較 不但不計較 天天笑嘻嘻的 笑咪咪的 而且人家給他錢也不懂用 你想一想 世界上有這種人 所以他活得很自在 活得很快樂 我們為什麼 懂得 我們為什麼活得很辛苦呢 因為你 每一件事要斤斤計較 你看那個王呆頭 遇到什麽樣的事情 人家批評毀謊 他不會跟人家計較 我們呢 聽到人家講你一句不好的 一些讓你很難受的 心裡難受 你跟人家計較 聽到人家冤枉你 你起了一個摻憾心 聽到人家今天來罵你 你又不高興 就跟人家計較 你說苦不苦 很苦啊 所以傻人又傻的福氣 所以有時候真的 我們有時候要想到 像那個王呆頭那樣 人家罵你 哎呀阿彌陀佛 人家怎麼說你阿彌陀佛 人家怎麼批評你 也一句阿彌陀佛 人家願望你 甚至來打你也一句阿彌陀佛 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我們念佛啊 為什麼會很難成就就是這個原因 那個心的問題 所以王呆頭呢 有一天呢 被一位成道人 這個成道人呢 把他帶到回去 然後來照顧 每一天呢 叫他做什麼呢 掃地 而且啊 又砍財 又剪財 晚上睡覺之前 一字香 念佛阿彌陀佛 拜 至少要一百拜 但是王呆頭呢 他有一個弱點 什麼弱點呢 就是說他的記憶力很差 這個成道人啊 每一次叫他念 南無阿彌陀佛 前面南無記起來 下面阿彌陀佛我就忘記了 阿彌陀佛記起來 前面的南無就忘記了 所以啊 他每次念佛的時候啊 不知不覺呀 很困 就睡著了 這個成道人啊 每次來看到他在念佛 念到睡著的時候呢 拿著長這個長竹竿 來打他 跟他講 長得這麼笨啊 還不努力 還不用功 還脱懶 今天如果老是罵你這個 學生這樣喔 可能喔 三天這個學生可能跑掉了 所以現在啊 眾生不好渡啊 真的啊 沒想到呢 這個王呆佛呢 聽話啊 不知不覺三年了 有一天啊 他大概這個晚上七八點的時候 突然間啊 笑哈哈的 他的師父啊 這個弟子有一點怪怪 為什麼突然間笑哈哈 喔 趕快拿這個長竹竿啊 趕快衝進去 又要打下去的時候 欸 這個王呆佛告訴他的師父 師父 你今天不能打我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喔 這個王呆佛啊 就告訴他的師父 一句話 師父啊 你十八年喔 你這麼苦行修行 還不如我 老實聽話念阿彌陀佛 天天拜佛 如果你這樣修的話 你早就見阿彌陀佛了 所以這個王呆佛啊 告訴成道人之後 隔天早上走到商店 到山上的時候呢 站著 往西方 一字十字往生西方解的世界了 而且火化出來又有設立者 三年欸 你想一想 像王呆佛這樣的人 都能夠成就 我們為什麼不能成就呢 那我們不能成就的原因在哪裡 不要說一直死至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你能不能念佛的時候 你的心清靜 煩惱去 智慧長 沒辦法呀 所以偶依大師我們看下面 所以偶依大師啊 告訴我們啊 這個法門是 若智若予彼予有份 是難是你總堪修啊 什麼意思呢 人 無論是老少 無論你是上上根的 下下根的人 乃至一般余夫余夫 都能夠 來修這個法門 為什麼呢 無論你是什麼樣的根性 無論你是老少 無論你是什麼樣的 身份 只要你有心 你就能夠修 為什麼呢 很簡單嘛 我們看一下 什麼原因 很簡單嘛 你會不會念 南無阿彌陀佛 或者念四字 念阿彌陀佛 會不會 會不會啊 嗯 會不會念 很簡單嘛 很簡單嘛 你們不是很順口的嗎 也不用力氣啊 也不用花很大的力氣去念啊 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而且連小孩 三世的小孩 也都能夠念 但是 但是 我們看下面 雖然 雖然這六字 紅明 連三歲小孩都能念 不過要將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念到純淨 純散 清靜 念到能夠一心不亂 八十老翁未必能夠做得到 這個 是不是真的啊 當然真的啊 你能不能念到心清靜 得到一心不亂 我們能不能做得到 做不到啊 不要說外面 說我們自己 你看看你們念佛 念佛的時候 心有沒有清靜 不念佛的時候 你的那個喜氣 你會去造業 太難了 雖然很簡單 八十歲的老翁也做不到 所以為什麼現在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什麼原因呢 你看我們在往生傳裡面 淨圖聖錄裡面 大家都看到 三年五載 至少三年 至少三年 頂多五年 你看 大家都一直死至往生西方 其人世界 我們今天給我們時間 三十年五十年 也未必能夠成就 所以 你那個心對阿彌陀佛沒有真正的恳切 你那個心對阿彌陀佛不是真正念出來的 你不是用你的心念出來的 你是用你的 或用我們的 這個 可念的彌陀 你不是用你的心去念 如果你用你的心去念 你的心會跟阿彌陀佛會起相應的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映光大師 我們看下面 映光大師啊 在這個 在世的時候啊 常講啊 下手意 而成功高啊 用力少 而得效術啊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下手意 就是說 你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很容易啊 而成就的功行 都非常高 用力很少 這講什麼呢 你不必用很大的力量來修 但是 所得到的 效果 都非常之快 在其他法門是找不到的 非常快啊 所以為什麼 你看我們淨土中的十三代祖師 他們都是通宗通教的耶 明星見性的 你看他們 放下一切 一生 專念 專行 專宏 後來成為我們淨土中的 歷代祖師 是 特別是臨子大師 臨子大師 臨子大師怎麼說 八萬四千法門 饒給別人行 三藏十二步 饒給別人 我好好 老老老實實地唸這句阿彌陀佛 醫生從來不改變 所以我們要聽話 唸佛 唸佛 不一定要帶這個佛堂 回到家裡 有空 只要有空 哪怕是五分鐘 十分鐘 趕快提起這個正念 只要你有時間 只要你有時間 走到哪裡 依據阿彌陀佛 給自己定一個時間 我一天要念一萬遍 我一天要念五千遍 我一天要念三萬遍 我一天要念兩萬遍 給大家一個時間定功 讓大家才不會懈怠 讓大家能夠懂得去精進 用功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 壽命太短促了 不要浪費這個時間 把這個時間應用在哪裡 不斷的在修善 不斷的在斷惡 這樣念佛 你才能夠會有成就 念佛是這樣念的 所以念佛是在生活裡面 在日常在處世待人結物 去培養的 不是在臨終的時候在培養 你在臨終的培養的時候 你是來不及的 我們不是那麼大的福報 能夠遇到好的善知識 能夠遇到好的同生道友 能夠為我們祝念 為我們幫助 我們有時候沒有這種的福報 所以要靠自己 來培養這個福報 將來呢 將來呢 才不會這麼辛苦 把這個福報留下來 晚年的時候才來享受 時間到了 自自在在的 聊五掛愛 往生淨土 那不是更好了嗎 所以啊 映光大師告訴我們 我們看下面 要如何念佛得到效果 而能迅速呢 又怎麼樣得到 映光大師告訴我們 自成恳切 認真的念 老實的聽話 格格一定都能夠 我相信哦 都能夠成就 而獲得念佛的利益 而最大的利益就是 得一心不亂 斷煩惱正菩提 這個就是念佛最大的利益 要記得哦 往生西方淨土靠的是心清淨的 心不顛倒的 如果今天我們先顛倒 又心又不清淨 打不到那個 信念對彌陀的名后 是往生不了的 非常難得啊 所以啊 我對你們有相信 我對你們啊 有信心 將來我們離開這個世間 我們一定啊 同居在即樂 親近阿彌陀佛 過什麼樣的快樂 永恆平安的吉祥 我對你們有相信 我對你們有信心 哦 你要你要信心自己啊 嗯 哦 你們有沒有信心啊 這個很重要 哎呀師父啊 我今天哦 天天念佛 但是煩惱沒斷 是這樣 我能不能往生淨土啊 將來離開這個世間 我能不能成就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看那個偶一大師 把那個 那個彌陀經要解裡面 把這個信自己 排位在 頭一條 要告訴你啊 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你一定會成就的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就他的 你要記得啊 我們這個世界 真的 什麼都帶不足的 哦 沒必要過於執著 該放下的要放下 該努力的要去努力 要努力什麼呢 趕快把它爭取這朵蓮花 啊 時間到了 我們趕快到西方起的世界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呢 太亂了 哦 你看現在外面的雜誌 哦 這個 很多國家 都在爭執了 將來會引起 第三次世界大彈 戰爭那 就慘了 這個世界真的走到毀滅的地球了 哦 這個 你在這個地方 你能夠平安住下來 也不一定 哦 好好努力 哦 一切許願 最主要的 把自己 最大的目標 最好的方向 好好抓住 珍惜這個機會 所以只要明白 我們看下面 只要你能夠明白念佛的意義 依法能夠專修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成就的 這個就是 第一個特色的第一點 念佛的特色 無論你是什麼樣的根性 無論你是上上根的 下下根的 你都能夠成就 也都能夠修 這個就是第一 那第二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的 這個很重要哦 在一切法門當中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那第二點的是什麼呢 念佛法門的特色 無比的殊勝 就是可以大業往生 在一切法門中 沒有的 學人 煩惱的種子還沒斷 修行到你命中的時候 只要正念分明 心不顛倒 就能夠得到 西方三勝皆淫 我們到西方淨土 這個叫做什麼 大業往生 啊 釋迦牟尼佛 念佛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就是輔助你的煩惱 臨終的時候 你記記清清楚楚 這一句阿彌陀佛 你沒有一絲毫的懷疑 你的願力 你的心就是跟阿彌陀佛是一致的 只要你抓住這個 你就能夠得身淨土的 雖然我們業還沒斷進 雖然我們沒辦法 這個業的種子還存在 只要你對阿彌陀佛 只要你相信有西方淨土的世界 只要你能夠改過 只要你能夠忏悔 哪怕是你的左腳在五間地獄 你的右腳還在這個世間 阿彌陀佛都能夠幫助我們 你說這個法門 在一切法門當中是沒有的 唯獨淨土法門才有的 今天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你能夠聞到這一句話 聽到這一句話 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的福報很大 你要珍惜 你要感恩我們這些主是大的 那真的耶 是否以前到台灣 讀書 學習的時候 當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 整個心就安了 為什麼 我有一個依靠啊 我有一個寄託啊 為什麼呢 你看我們這一生 不要說斷煩惱 你不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迷惑了 已經算不錯了耶 不要說斷煩惱 你不被外面的境界 瞬境也好 逆境也罷 善緣也好 惡緣也罷 你只要不被這些外面的境界而所轉 那你念佛功夫成就了 那你念佛功夫成就了 所以念佛要懂得轉境界 今天來了 人家批評 把這個批評變成什麼 變成阿彌陀佛 今天人家來煙望你了 把這個煙望變成什麼 變成你自己的阿彌陀佛 今天有人來回憑 誤辱 侮辱你 甚至來殺害你的時候 你把他當做什麼 當做他來考驗你 來成就你 那你今天你念佛成就了 如果今天我們念佛要遇到這些小小的問題 你要被這個境界而所轉 那這樣的領終的時候 你怎麼轉這個境界呢 你怎麼能夠往生進度 是不可能的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會念佛跟不會念佛 是有很大的區別哦 所以今天你是考考考驗一下 對自己考試一下 那從今天我開始 我是不是真念佛 比方說你遇到一些境界 你把它記起來 今天我罵人了 今天我又生氣了 今天我又不高興了 今天我又跟人家計較了 今天動不動我又不討厭人了 你把它記起來 你比一比 你在一個月當中你想一想 你念佛的功夫多 還是你的喜氣造的也多 你自己想一想 你就明白了 所以這個法門的特色就是在這一點 所以我很喜歡 這個法門 就好像有一個寄託一樣 雖然我們煩惱未斷 雖然我們不是打到明星見信 大策大悟 但是起碼 我的心有阿彌陀佛 我的願 阿彌陀佛 我走到哪裡都是阿彌陀佛 無論我在哪裏 我在工作 我在上班 我在賺錢 我在對大家的服務 我為大眾的服務 無論你在哪裏 無論我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在一切處 我都是這句阿彌陀佛名口 你想一想 你將來一定會親近阿彌陀佛 你將來一定得生淨土的 我相信 大家一定要這樣的 念念不理阿彌陀佛 心裏面都是牽掛阿彌陀佛 你想一想 會不會成就 一定會成就的 所以啊 尊敬的 各位同修大德 我們今天 是非常難得 跟大家見面 沒有別的 就是要來鼓勵 最大的鼓勵是我自己 跟大家 講講話 等於跟自己鼓勵嗎 要不然我們容易懈怠啊 對不對 你看 今天 一兩個小時念阿彌陀佛 回到家裡 有沒有念阿彌陀佛 不一定啊 喜氣造就啊 看電視的看電視 看雜誌的看雜誌 聊天的聊天 講話的講話 哎呀 反正一個星期兩個小時 過了 不夠 要天天念 你看那個那個龍鼠 這個 這個 蓮詩大師 應光大師 一天念了幾萬聖佛號 你要這樣的給自己做一個功課 哦 從今天開始 那第三點的是什麼呢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哦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做一個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哦 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姻緣 能夠聚會 啊 然後來 一起送經 一起來念佛 那真的啊 非常難得 哦 再加上 說實在的 我們這個人生 我們這個人生 說命太短暑了 哦 你要好好珍惜 我們擁有的這個時間啊 我們擁有的這個時間啊 只要好好有空的時間 你要好好念佛 對你有很大的好處啊 啊 像這個最近有一個 發生了一件故事 蠻精彩的 就是有一位老居士 姓寒的 啊 得了一個腸癌 啊 天天痛得不得了 但是呢 因為他對 醫生 常常念觀世音菩薩 所以天天喊觀世音菩薩 觀音菩薩你為什麼不來救我 我天天很痛苦 你看哦 他老人家 晚上做夢 啊 夢見什麼呢 夢見觀世音菩薩跟他講話 告訴觀世音菩薩 你為什麼不救我 你要趕快救我 欸 觀世音菩薩 告訴這個喊句是 說什麼呢 你要好好念佛 啊 因為你的造業太重了 你一生的業造的太重 所以你要趕快念阿彌陀佛 沒想到 結果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啊 簡單啊 就跟大家講到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 好好擁有勇 好好努力 老實念佛 天化 正感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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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